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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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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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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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2 1 2 2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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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他就贴了那两张相片 然后就跟同学们讲说 需要相片的人来跟我登记 然后我帮你们洗出来 后来呢 我同学去看了之后 他就突然看到 说不对啊 傅天宇 他那天有戴眼镜吗 后来他们就跑来找我 他问我说 你有戴眼镜吗 我说我没有啊 后来我就跟着他们过去看了 后来看了之后 我吓了一跳 我看到我自己的眼睛 发了白色的光 全白色的光 然后另外一张是眼睛往上掉 然后后来大家就在那边想说 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 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完毕了 后来我就到了大概是今年 我今年五月的时候 我在家的时候 我先生就问我说 阿嬷跟妈妈他们在不在家 那我就说 那你等我一下 我去看看 后来我到了我妈妈的房间 我看没有啊 然后后来又到了阿嬷的房间去 没有啊 后来一回头的时候 我马上就是像电影闭幕这样 然后整个人 完全 完全九十度的倒下去 我下 下二先下 下去的时候 后来子强看到了 他就 他说他看到我的时候 是 我整个人是 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倒下去 然后口吐血 就是吐了很多的血 然后那时候 子强就跟我讲说 说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然后只是慢慢慢慢慢慢听到说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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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在想说 我要很用力的 用尽力起来回答他 说我还有声息啊 这样子 这样子 结果后来子强就把我抱到 计程车上 他连续他把我抱到两个医院 他们说他们都没有诊型外科 后来又抱到第三个医院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诊型外科 他在住诊 他就帮我做了很多的检查 然后动了手术 后来动了手术之后 完毕了 本来可以很顺利的回到普通病房 就后来突然之间 那个医生说我的舌头 舌头突然肿胀 会压迫到那个呼吸 然后就跟子强讲说 一定要放在那个特别病房里面 然后 我记得我在那边躺 躺着的时候 我是 我的意识是很薄弱的 然后是很不清楚的 我有感觉到旁边是有一些人 他在旁边走来走去 然后摸着我的身体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好像吸着我旁边的气 这样吸过来吸过去 然后那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动的 然后我就这样昏昏迷迷 昏昏迷迷迷迷 可是我感觉旁边就是有人 有人在那边一直在那边摸我 压我 整个身体这样压压压 然后压得我很不舒服 也喘不过气来 然后差不多经过了三天 然后医生就说 我的状况应该是好了很多了 然后可以回到普通病房 就一到了普通病房的时候 没多久 我突然 我感觉到有 有邪灵 它在我的身体里面 它在我的里面的灵 灵里面扭曲我的那些灵 我的脖子这样子扭 然后我的脚也扭 全部扭在一起 然后手也全部扭在一起 然后后来就开始转转转转 就把我的身体转啊转啊转 可是我的身体 我身体只有这样子而已 那可是我的里面的灵 是完全被转到这样 我没有办法讲话 因为我的牙齿 因为我这边下巴 还有这里 还有颧骨 全部通通是断掉的 所以它这边 全部把我合起来 我是没有办法 我是没有办法动的 然后我嫂嫂他们都到了 就是我老公啊 我嫂嫂啊 他们都到了之后 他们把我压住 他们即便把我压住 也没有用 因为我里面的灵 一直被转 然后被扯 然后扯掉被拉走 然后后来 后来一次 完毕了之后 然后后来我就自己 休息了一下 就是稍微好了 好了一点的时候 然后就呼吸 然后过两个小时整 又来一次 哦 那时候我已经觉得 我好像 没办法 呼吸了 而且那时候我已经 有一个想法 我想要写一次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 我好像过不了 后来我就想说 如果再来第三次 那我可能就完蛋了 结果后来 他果然来了第三次 我就突然 我就 他实在地上 有双小 哦 小王 看一看 我强度里面 可以死了多少 手上是有 割碗的 这个时候 在他的 这边的耳边 想 可以 听话 来 我的妈呀 再三次 我就突然 我就突然看到前面的十字架 然后我就看到 我就看到主耶稣 他就钉在十字架上 然后我就喊 我就从我的嘴巴 又嘴巴不能开 主啊 救我 这样子 然后就很快的 我闻到了那个 就是一个很清新的那个气 闻到了之后 然后后来 就慢慢慢慢慢慢 回复到原来的状况 所以后来 我就信主了之后 我就没有再遇过那些鬼怪的事情了 一切感谢主 这样子 在我走过去之前 我必须先问一下 小孟老师你觉得有没有事 那现在没事啊 现在没事 所以我靠过去是安全的 是安全的 因为他现在身上 就看到不干净了 他这个是怎么回事 一般来讲的话 附身有没有 他有好几种事 对 第一种是说 他有压力 然后如果说你压力的话 你如果说 你有抵抗的话 他有些啊 他还会想要来第二次 对 为什么 他会想要闹 他会 让你知道说 他就是要欺负他的 对 他进去 如果说你第一次 让他进去的时候 他会接下来 会一直来 一直来 因为他会觉得说 你的体质 他可以浓力 冰变 其实在我退伍之后 我有一个好兄弟 他去当兵了 那么他到的是野战部队 在野战部队的训练 是比较辛苦的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一个好哥们 好同袍 好战友 遭遇到冰变 而这个阿兵哥 却是死意坚决 怎么走的呢 他在厕所里面 用刺刀 自己从这儿到这儿 割了两刀 已经割了两刀 再在手腕上 再割一刀 这样就表示 他死意坚决吗 错 因为我们当兵的时候 是蹲式的马桶 然后抽水是这样 拉那个绳子 他还用S腰带 把那个绳子绑起来 因为蹲着的话 不够高 拉着S腰带 放水 让水去冲 对手上的血 流得更快 所以他心中的怨气 我觉得这是 相当相当的深 那么因为我的好朋友 是他的最好的战友 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常常发生一些 他觉得不太 不可思议的事情 在部队当中 我的朋友是 所谓的班长 所以阿兵哥 是睡在一个 大间的通铺里面 几位班长 是睡在 士官的寝室里面 在过去就会是 辅导长 或者是连长的寝室 那么在士官 所谓班长的 这个寝室里面 也就那么 六七位班长 所以其实并不会有 其他所谓的 闲杂人的 有一次 我这个哥们 正在睡觉的时候 他就突然发现 有一个很大的黑 要从他的脚上 往前迈进 他觉得不太对 因为他也觉得他平常不是 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人 所以他在睡觉的过程当中 他就慢慢地觉得 黑影要压上来了 而且已经感觉到 他的脚背 有被压着的情况 他就眼睛低头往下看 就是他的那位战友 想要上来跟他说话的样子 而且很深的两道印就在这 但是我们当兵的人 有些人会知道 就是想着我们的国徽 想着光明的事情 因为毕竟人已经走了 可是没有用 很用力地往上爬 很用力地往上爬 他就一直告诉他 你到底有什么冤情 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那么你现在要说什么话 你就站在那 跟我说吧 我是你最好的战友 他心里在想的时候 已经快到他的膝盖 他就说 我现在在休息 明天我们还有业务要操练 你可不可以 就在这一句对话 大概是这句对话的时候 那个黑影 大概零点一秒的时间是 整个就已经压在他的眼睛 然后就跟他讲了一句话说 帮我带一句话 我的朋友就说 好 哥们 你说要我带什么话 也或许因为 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 他一直有想着国徽 想着光明的事情 所以就在这 要我带什么话 一下子 那个他的战友就不见了 话也没有带到 紧接着 在这次事件之后 下午两点 那位弟兄是下午两点左右 自尽 到了下午两点 请记住下午两点 以及半夜两点 即使是大白天 大家都可以听到 在那个厕所里面 九条好盘 在里面唱军歌 而且敲着门 整个寝室的人都听得到 即使有一些不太信邪 真的我们也知道 当兵的有很多的弟兄 是不信邪的人 他也隐约听到有 敲 厕所门的声音 最后一次 下午两点左右 我的朋友 那位班长在警示 靠着床 正在看书 突然 他的左手边 有人在拍他 他的后面 看出去 就是我们当兵 所谓站安全事关 班长要站卫兵的地方 拍拍拍 他没有注意 他就直接回头去看 在他回头的那一刹楼 站卫兵的班长 并没有在位置上 而是在对面的走廊上 跟另外一位 站卫兵的班长 抽烟 所以那个手 应该伸不过走廊 所以他低头往下一看 从墙壁里面 伸出了一个手 手上是有割碗的鱼 在拍他 这个时候 在他的这边的耳边 想起了一句话 帮我问问 我女的女人好不好 后来 我那位弟兄 去找了他女朋友 跟他讲说 他已经自尽 之后就再也没有 什么事情发生 谢谢大家 可以用这种理由申请退伍吗 应该不行 这个太恐怖了 当兵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讲说 我们在野外的小蜜蜂 卖饮料的 就有人讲过 他半夜 他就 那个野外的训练场 那边怎么可能 这个时候会有训练 训练事情 然后还有人在那边卖饮料 他走过去 那个突然卖饮料的人 就这样子站在那边 背对 背对着那个阿兵哥 阿兵过去 枪还是这样拿着 那个就直接 一百八十度回头 阿兵哥 转身讲英文 What do you say 走掉 What do you say 装美军 有没有 对 赶快装美军 我也是鬼 我是美军的鬼 What do you say 走掉 OK 来 投票 觉得宋少卿讲的比较恐怖的 情举圈 一 二 三 这时候我都天人交感 我都不知道该会要说恭喜 对 好嘞 这点回原位 来 请救命 好 要是为大家一起死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 很像不久前 就是有一个知名的人士 那我们不要透露他的身份 那我讲的比较模糊一点 就是因为他开他酒驾 然后就是开车去撞死的 对 然后有把一个人然后撵过 然后那个人撵过那个人是女生 然后就是有 就是撵过之后 第一个轮子就是撵到他的半截 然后第二个轮子呢 因为他是加速 因为他撵过之后就知道说 啊 惨了 我撞到人了 第二个轮子又再撵一次 所以呢 那个人已经断了两截 对 而且那个轮子都是血 那到这件事情后来发生的时候 那个家属其实蛮气愤的 就是说我一定要抓到 这是凶手 后来也抓到这个凶手 那这个凶手其实也 也要去上乡 那那个家属呢 他就在电视上看到 我们有在讲一些比较灵的东西 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哎 老师可以帮我们处理吗 因为这种很像一般的老师 不知道要怎么去做 要怎么去进行 后来我就说 好 那我一个条件是说 我不要去曝光 那也不要去讲到 我们有去处理这种事情 后来我就下去处理的时候 刚好那时候是头七 那头七的时候就是 亡灵会回来 那那个知名人士要去上乡嘛 上乡的时候就是人多 媒体啊都会去拍啊 那后来他走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 他开了那台车子 那大家都有看过那种警车 所以不是上面都有一个 那个偶尹偶尹的那个灯嘛 然后就是他的上半身啊 就是他被他截断的那个 他上半身是在那个车子的上面 可是他的下半身是在车子里面 所以说意思是说 他就跟着他回去 那后来他回去之后 隔了大概两个小时后 这个他的排位就断了 就是拼一半这样断了 那断的时候那家人就问说 那老师这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用紧张 那我到时候去了解看看 后来我就 我们又重新立了一个排位 后来呢我就看得到 再过一个小时之后他又回来了 那回来之后我就 我就跟着这个灵走 因为我不想要跟家属说 他现在的灵啊 是已经 他是横着的 然后就是被劈两段 然后他的脸啊就是歪的 然后有肉 肉都黏着那个 那个石头的那个 那个泥粒啊 因为他是被压的嘛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那个血管都爆爆出来 然后都是血这样子 我就不好意思 跟家属讲那么清楚 我都说他现在应该过得还不错啦 那后来我就跟着那个灵呢 到那个 因为他们 南部嘛都有那种溪流 那我就看得到这个灵呢 他拖着他自己的下半身 好就是拖着 就是用手拖 然后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走到那个溪 溪流边 然后他在洗他的那个身体 然后一洗洗洗 那种都是血这样子 然后后来他拿那个树枝啊 跟那个 人家说的是石头 对在分他的那个肉 因为他的肉是一块一块的 然后就是有点快要斑驳凋零这样子 然后他就慢慢一片一片一片洗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就过去跟他说 就说 请问我是你家人叫我来的 那就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他就告诉我说 我不需要你的帮忙 你给我回去 那我只想要我一个人这样过就好了 但是呢 后来我就回去台北 我就回到台北了 那我就想说反正他也不需要我帮忙 然后到台北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对他就把我摇摇一直摇一直摇 把我摇醒我就说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然后后来那个时候他就说 其实我需要零零了 后来我就念那个钥匙缝 对我就念念念念 然后我就出现了就是一个 旁边出现了一个线 因为当我们在念咒的时候 就会有一根针跟一条线 然后还有一个药瓶 然后就是他就自动会帮那个 那个断掉一截的一半的那个磷 慢慢的缝 就是因为他断一半慢慢缝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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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缝 偶尔还会这样子断掉一下这样 我就一直捏一直捏一直捏 好那缝完 他就慢慢的缝慢慢缝 缝完他的身体之后 他的那个喉咙 这里也有一点凸出来 然后牙齿这边全部都是血 然后我就帮他 我就念嘛 他就有那个出现那个像神明 就是在帮他亲这样子 后来我就跟他讲说 那你现在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除了这个之外 他说因为我被那个地府林给绑住了 因为他们那个乡下都有那种像树 然后会绑一条线 就是绑一个红布 然后他说我被那个纠缠 我无法走开 因为他把我抓成变奴隶 后来我就说 那我去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然后我隔了五天之后 我就又下去这个地方 我就跟这个地铃 这个地铃呢 他算是河边的一个那种海蛇 然后他就是一个大很大的头 然后蛇的身体 然后两边都是鳞片 那个手都是鳞片 一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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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就是他的舌头会这样吐出来 而且还会卷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你要不要离开 离开这个人 放过这个人 然后他就说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个人 因为我就是要他当我的那个妾 妻妾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 可是他已经被你 他已经被拈过了 然后我就他都一直都不听 我后来我就买那个攻击鞋 然后就往那个树这样泼 然后泼下去之后就是 就是应该说没泼没事 泼了之后 这个脸震怒了 对 然后就是 因为后来我泼完之后 我就去吃面 吃面吃面吃完之后又回去 后来那个树烧起来 那烧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当地的那个那个警察就有来 他就说 因为他们有会有那个监视器 他说是你泼的吗 我就说对啊 是我泼的 然后后来那个 有一个那个树枝 就这样子射 射过来射到我的那个肚子这边来 所以我说你看我这边就有一个伤口 这里 对啊 这里啊 我们有没有看到 很大的 对很大 你那是不是开刀割盲藏的吗 是不是 他那个是那个什么 切的 真的切下去 重的很重 很重 然后缝 然后我送医院 那个警察送我去医院 然后那时候 因为我们还要做笔录 做笔录 因为这是我给他泼那个 然后起火 可是我泼的时候 那时间也是下午 对 但是起火的时候是发生在傍晚 然后 我就 就我在那边住了大概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之后 里面发生了四期车祸 就是腿部都撞到那棵树 那其中三个死掉 这个还有伤报 然后 他是没有死的 他是计程车司机 然后据他的描述 他是说 他说他有一天当晚上要开开开 开计程车开 然后就有一个老人 就出来 对 然后就是穿着白色的衣服 然后就带了一个斗笠 斗笠 然后就拿着那个锄头 然后就跟他挥手 这样子 大概半夜一点半左右了 就一直跟他挥 一直跟他挥 然后他就 那棵树机他就停下来 就问他说 你要上车吗 然后那个人就这样点点头 然后后来他就载了这个人上来 然后那个人就问他说 那棵树机问他说 你要去哪里 他说你就往前开 我要去西边 后来他就往前开 开到一半的时候 又遇到了一个穿婚纱的人 还有一个就是穿那个西装的人 然后这个事实的事机说 我已经满了 我没有办法载了 结果那个老人说 那是我的朋友 后来就让他们又上来 然后他就一直开 这就好奇怪 为什么一直都有人在招手 后来就是前前后上了 大概有五个人挤在那个车子 然后真的只有五个人 然后后来 因为他们那个 既然实际不是都有 那个无线电的那个台 都会呼叫 结果他就 那时候他开到一半 就听到说 有那个无尽电呼叫说 就是说邀功 邀功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说 请你到第五号公民去载人 然后他那时候就说 我现在身边就载了很多人了 我没办法去到那个地方 到后来 就是这五个人 他就怎样 就是就一直笑 而且发出那种 就是奸笑的那个样子 然后后来头还旋转了 旋转他就吓到 而且声音一直就发出那种什么 第五号公布 第五号公布 后来他们就 他就去撞到那个树 撞到那个树之后呢 有安全器来保护 但是他的那个 听说他的肾 都已经有大量的那种出血 然后后来 那个警察去做笔录就 那个警察师 就跟他讲这件事情 后来他就联想到 我去做了这件事 就是有去泼这个 然后导致 很多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短短一个礼拜 里面吃了很多人 后来 我就跟那个警察说 就说 我就把我最近发生的事情 都跟他讲 包含那个 医民的人事的事情 全部都跟他讲一遍 然后警察就说 好那你现在要怎么做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店里有个观音 那我就把这个观音 就是放在这个树的旁边 然后放一天 我就请这个神明去处理 隔天的早上 这个菩萨的头就断一半 就断一节 就是整个断掉 然后断了之后就是 这个树有没有 它也枯掉 到了那个警察 他来问的时候 他说 为什么这个神明头 将断 批一半这样子 我说 批一半 他有时候 他有去处理的 那其实因为我们家 我们那个神明 也受了很多的重伤 对 就跟他有战这样子 到后来之后 这个就处理掉 这个岭 可是呢 树林就处理掉 可是那个 被知名的是 中的那个岭呢 他其实还是在受苦的 因为当然了 就是被车中的 他的阳寿还没有进 所以他每到半夜 大概一点半的时候呢 他都又会再出来 然后一直重复 被撞的那个过程 所以很多当地的人呢 现在经过那条路 都会叫他是阴路 都说 哎呦 搞阴没 就是会不断听到那种惨叫声 而且是撕裂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 经过那条路 请投票 觉得小孟老师 比较恐怖的情趣圈 一 二 三 没过 哇塞 刷刷刑还是比较恐怖哦 对不对 漂亮哦 哇 厉害厉害 姚珍的手掌 我们到日本大阪这个地方 我们去日本大阪呢 是四天三夜游 那在前两天 住同一个饭店 没有任何的事情 到了第三个 也就是最后一个晚上 我们住在大阪 道顿爵附近的一个饭店 呃 我们那时候逛到 七八点钟的时候 那其实大家很累 那一进入到房间之后 大家就是把行李卸着 把今天的战利品给卸下来 我非常非常累 所以我就一鼓闹 我就躺在 我要睡的那个床上 我就没有选 我就躺下去 就在十分钟之后呢 他们终于注意到我了 因为我本来很开心的 在聊天 就包括我妈咪 包括我的朋友 他们注意到我了 为什么 因为我开始不断地抽续 我的身体发冷发热 然后发烧 而且我一直不断地在哭喊 但是我在喊的不是中文 不是日文 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听懂 就是 那种声音之类的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任何的意识 那我可以眼睛看得到周遭的 包括我妈 包括我朋友 可是我是一直在哭喊这些 我妈吓傻 她一直叫我的名字 可是我没有办法反应 后来他们觉得不对劲 因为我身体非常非常烫 他们就叫了救护车 那把我从饭店带到急诊室 那到急诊室 护士帮我量我的体温 那时候我的体温是41度 每个人都看到 41度已经是 冰零就是已经会 就是呆掉了一个状态了 然后后来我41度 我就坐在那个诊间 要等医生帮我看诊 然后说也奇怪 在那五分钟等待的时间呢 我就突然烧也退了 然后身体也没有任何不适 我看到医生的时候 医生说你人好好的 你发生什么事 我说我不知道 那医生也说不出所以来 那他说我的 刚才这记录上面41度呢 我说我不知道 我就好了 然后他就开了安眠的药 让我回饭店 好那回饭店之后呢 隔天我们飞回台湾了 那其实就在日本 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了 那直到回台湾之后 在踏上台湾的这个土殿时候呢 我开始一连连发生 很多很倒霉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点是 我的腰就是这个地方啊 非常非常的痛 那因为我家是开中医诊所 那我就请我们退纳师呢 帮我处理 但是也都没有好 他一直刺痛到我无法工作 那后来有一天在路上 我遇到一个朋友的大姐 那个大姐她是 这样说吧 她是灵媒 然后呢 我什么都没有说 她看到我 她就说 圆圆 你到我们的坛里来一下 那我就想 好 那既然大姐这样开口了 我最近真的很倒霉 那我就去看看 那后来呢 我就选了一个礼拜五的晚上 那其实这个大姐 她任何事情都不知道 那我一到那边之后 那时候大姐她已经是 已经身上有灵体了 所以她也没有 她也不知道翻什么样的事情 那换到我的时候呢 她一看到我 她就说 这位小姐 你转到背后去 什么原因让给人泪洒摄影团呢 我看到那个人怪怪的 怎么这样子 趴着这样的 对啊 你怎么这么小 你刚刚那所谓的东西 我可以去小便吗 对 我可以下她 她今天的事很奇怪 对 你有看到什么吗 张哥你也看到 我没有看到 我看不到什么 还有我的妈啊 还有我的妈啊 那换到我的时候呢 她一看到我 她就说 这位小姐 你转到背后去 好 我就转了 她就说 她就说 她手放我腰上说 你是不是 这个地方很痛 我就说对 我困扰很久了 她又说 她就说 你是不是前一阵子有出国 我就说对 她就说 你把它带回来了 我说 我带什么东西回来 她就说 你知道你腰痛的原因是什么吗 是因为我看到 你腰上面 有一个手印 是一个女生的手印 我傻眼了 我说 我看不到啊 她说对 你们看不到 那她就给我个建议 她说 要我请我日本的朋友 去那一间饭店 问问看说 到底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那我朋友呢 她就透过了各种关系 她帮我问到了 我们住的那一间饭店 在我们去住的前几个礼拜 在前一个礼拜 有个女生又是自杀 但是她自杀方式很特别 她不想让人家找到她 所以她 把自己割完了之后呢 就是她躲到床底下去 然后那女生当初 她的就是状态 是这个样子 然后倒在 就是床底下 所以也就是说 是不是我那时候 在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呢 她就是这样子 印在我的腰上面 然后事后呢 去看到那个床底 她其实是还有放一些 因为她的铃还在那边 因为她还有放她的头发 然后还有放她跟她男朋友的照片等等 然后后来她就是这件事情 有被掩盖过去了 然后所以我就把她这样 带回台湾来 然后后来 这位大姐 她就花了我一个礼拜的时间 她帮我做近身 然后帮我做就是 用香茅洗身体啊 然后如素一个礼拜 然后后来我才就是 慢慢又恢复我原来的样子 就突然腰也就不痛 这样 这就是我的腰间的手掌印的故事 小默老师 请检视她 她现在没有 真的吗 但是是说她最近的那个气 有没有 比较弱 最近的气比较弱 对 最近的气比较弱 因为你有那个头上的那个 有那个灰光 灰色的光 灰色的光 真的假的 而且刚才外面讲鬼故事的时候 我的喉咙就好痛 我喉咙这边有什么手印还是 之类的话 我感觉很怕耶 请评分 我觉得 好 远远讲得比较恐怖 请给圈 一 二 三 是没过 还是笑情乐的 好 一直在看过我上次在一个 一个节目遇到她在后台 有没有印象 对啊 然后我就问她说 对啊 有没有印象 我问你还是问另外一个人 我就说 有一个人在看她这样子 就是她就在看她 真的吗 真的 对啊 然后就是我就 就这样趴着看她 我就问旁边那一集 一起上 上节目的 对啊 那个艺人都说 那我说 她是她经纪人嘛 所以我今天 刚刚不是问 我刚刚不是有跟你讲吗 所以那个是你经纪人嘛 对 我刚刚 对 真的 真的 我刚刚就问她说 因为我看 我就说 你怎么会有两个经纪人 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很好奇 对 你没有印象吗 那时候 真的假的 对啊 这个比刚刚那所有的都 不是 不是 我可以去小便吗 不是 你别不客气的位置吗 你不顾一下她 所以 我真的我不顾一下她 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假的 你怎么吓我 我真的没有吓你啊 所以我刚刚一直问她说 刚刚那是你经纪人 对啊 你没有印象吗 刚刚我不是有问你 对啊 我就说 怎么跟我看到人不太一样 对 因为我看到那个人 怪怪的怎么会这样 趴着这样 然后斜看她这样 对啊 他怎么没有跟我讲 没有 因为我们有时候 不喜欢跟人家讲这种东西 对 你才是讲的 他会怎么样啊 他没有 他会怎么样 没有怎么样 对啊 有一点就是觉得说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 我们不会跟人家讲 对 对 那你为什么需要这样 不是又 刚刚好想到 因为你刚好讲那个 我想说她也比较容易被放进 对 对 对 那个我们要互相帮助啊 对 乖 昨天我们也没有经纪人啊 但是我今天看到 你现在讲 你没有经纪人了 你是人吧你 没有看到 小博老师看到 没有 我没有经纪人 对 不知道 对我什么都没有 因为我刚刚就一直在 我刚刚一直在套她话 对 你为什么要问我小伟哥什么的 对我就说 刚刚你是今天 我上次看到 没有我就慢慢套她 我就说 她今天她怎么穿得很像 她蛮好看的这样 是在试探她说 跟我上次看到的 在连结这样子 可是她今天的妆很奇怪 画的超白的 你知道吗 对 超白的 你是画装饰的问题吗 对 你有看到什么吗 招哥你也看到了 我没有看到我看不到什么 只是说今天那个妆看起来是不舒服的 而且你有没有印象 我那一集录得怪怪的 就讲话就是出很多层 所以是因为那个人也在看你 他跟你对话 我就想说 那可能很怪啊 因为我那一场就是 我讲话迟 就是 因为我们在结台我拍嘛 然后就想说 我们讲话怪怪的 然后制作人还说 你刚刚什么怪怪的 对啊 你也分心 我也分心 我后来我说 我有跟我经纪人讲说 好奇怪喔 就是 这个人怎么要趴在这 然后我有跟另外一个 那个Junior是谁 我跟他讲说 那个你有看到那个人 然后说 他说 他就没有印象 因为我看到他宿醉的样子 对啊 其实宿醉游受也是一种幸福 对 好 这个你的事情 我们待会再处理 好 哇 生下的房子撇乱疯 那个200年就是千禧年那一年 巴西圣保罗 圣保罗他出带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嘉年华活动 那我们就从那个驻美记者就调了一组人 然后就到了南美洲这边去采访那整个整个生 整个生八五的那些大活动 那我们派去的是一个非常年轻又很可爱的一个女记者 然后他就带来他的男记者 就先去看警 因为他那整个的一个游行游行的路程是很长的 所以他必须要找到几个制高点 然后几个井的位置这样 然后看完的时候已经下午大概四点多了 他们希望能够回饭店去换个衣服 因为巴西真的很热 那最好的一个捷径呢 就是要穿过一个墓园 就当地有一个墓园 那我们这个可爱的小女生呢 就带来他的摄影就说 哎这样 墓园旁边有一条路 那还在绕一下 那我们可以直接穿过去比较快 就当时我们的摄影记者就想说 好一看白天嘛 他下午四点多 OK没问题 就走了 可是他们走到的一半的时候 就看到一个墓园是非常非常漂亮 很大 应该是个家族墓园 然后它是有很多的一个白色的大理石堆砌出来的 然后呢 尤其是在那个墓园前面 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 就是西班牙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十字架 在做的一个墓园 那非常漂亮 那我们这个小女生就觉得 很少看到墓园做的这么华丽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他就这样子就去 然后在里面就东逛逛西看看 然后呢 甚至就是那个 他们一种所谓的墓园 那个 他就去摸摸那个门 那个门有点像是那种 我们一般挑的圆环铁的那种 或者再回去摸摸十字架 好了这样子差不多逗留大概 于末代十分钟之后呢 他就带了摄影记者回了饭店 赶忙了 就这样再撒回到那个 原来的游行的一个现场 然后他们就去做整个采访 包括做Stand 然后做假Live这样 可是呢 他在整个过程中的时候 他一直看到有一个男人 看起来就像是那个 南美洲那种拉丁血统 那样子的一个男生 他那个脸上涂满了 就用黑色跟白色的那个 油墨 油彩这样子涂了 看起来有点像骷髅头 然后穿了一个很华丽的一个衣服 因为跳森巴舞都非常华丽 那他们从这边走到那边去 这个男就跟着他 走到那边去呢 结果这个男还是跟着他 我们这个女记者就有点慌了 为什么因为在当时的时候 是很乱的 再加上巴西的治安真的非常不好 她很害怕说这个人是 看他们两个是外国人 在跟着后面 趁着他们落单的时候 没有人的时候要打劫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摄影记者 也就特别拍了一下 从头到脚拍了一下那个 跟着他那个男的那个 整个那个画面 包括整个脸型衣索这样 搞到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一组记者就要走回去了 那还是一样 最快的捷径还是要穿过墓园 那他们还是选择走最快捷径 因为他累了 然后呢就要走回去 再走走走走 再靠近大概 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 那个很华丽的墓园 大概月末大概30公尺的 那时候呢 我们的女记者 跟我们的男记者 当场就愣住 愣住的是 为什么呢 是因为 我刚刚前面讲的 一个很华丽的那种十字架 十字架上面竟然蹲了一个人 蹲了一个人 是这样子蹲的 在十字架上的是天使还是紫神 又会到底记者什么样的充气呢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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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我的妈 十字架上面竟然蹲了一个人 蹲了一个人 是这样子蹲的 这样蹲的 然后 蹲在那边的时候 然后 我们那一组记者 当然看到就愣住 为什么 第一 人不可能这样子 那么直挺挺的 蹲在那个十字架上面 因为他的十字架 是属于那种 有点这样子的 对 前面上面是尖的 所以你学过特技 然后就看到那个 然后就看到那个男生 就觉得那个衣着实在是很熟悉 突然间猛然想起就是 当时他们在拍 在做采访的时候 跟着他那边 所以那男的那个头 本来他是面对这 他是从背后看的 突然间就这样子转过来 对着 对着我们那个 那组记者 看的时候呢 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呢突然间在笑的时候 是嘴巴从这里 整个裂开 裂到耳朵 他整个把他裂开来 露出很深白的牙齿 另外的话 跟他们之前看到那个男的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 眼睛 眼睛我们人是有眼珠的 他的两个眼珠是红色的 血红色的眼珠 然后发出了很奇怪的那种 这种尖叫的那个声音 那我们这个记者 跟我们这个摄影 两个人就 刚才就 拔了 拔腿就跑 那这些跑好好 就跑回去了饭店 跑回饭店之后呢 他们就觉得说 他到底刚才 那两个叫讨论 到底刚才看到是什么东西 这样 然后后来之后 那个摄影就说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男的 可是为什么会 会站在十字架上面 而且这样子 对了他们 展现出那种 非常不友善的 那种诡异的笑容 这样 后来之后 那没关系我们有拍 把那个带子抽出来看 转转转转转转 一个画面都没有 两个就想说 那可能真的遇到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 很喜欢什么 玩上去夜游 夜冲 是不是 然后就跑去什么 公墓 去那边玩 去那边恶作剧 我跟你讲 就是说如果说 你招惹到人的话 对方不开心 他还是会让你知道 所以不要去冒犯人家 这个你要想一想 当你住在你自己家里面 突然有些陌生 跑到你家来嘻嘻哈哈 又玩又跳的 你当然也会不高兴 对不对 来 请投票 这不用投票 这个直接 认为我笑以前 先生这个 比较恐怖的 请举圈 一 二 三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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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造型果然厉害 来 鬼王 鬼王 没没没 我觉得大家对感 尤其今天都是女生 嗯 对感情那件事情 她们是心怀愧疚 对兵变这件事情 心怀 都有兵变过 都有兵变过 看不出来 她是以为要给你们握口 来 啊 我们有奖品了 有奖品 我们这位每次都帮你准备 您 您好 获得 你要自己打开来看一下 好 让我们给你准备一下 这是什么 哎呦 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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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腰子 摩托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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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可能你也会收啊 我的搭档 我没有 我是素人 你现在变素人了 我素人 好不好 谢谢 好 不知道今天带给您的这些故事 有没有让你们觉得猫骨悚难 但是我们在每一次的节目 最后还是要跟各位提醒 不要打搅人家 不要去乱讲话 还有要多做善事 不要以为你做坏事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其实人在做 天真的在开 好不好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